在大草原上,狮子占据着草原王者为之,一般吃藤猛兽都不敢挑衅狮子的权力,只是有些大型吃草动物偶尔挑战狮群,所以一群狮子很放心地在河水喝着水,小狮子们也放松警惕着。 突然,一头成年雌狮,很警惕地看着水中,发现了河中犹不平静的地方,赶快警告小狮子停止喝水,注意水里的动静。 毕竟,雌狮是见过世面的,听雌狮的肯定没有错。 果然,一头小鳄鱼直接偷袭小狮子,鳄鱼也真是冷血的爬行动物,鳄鱼还那么小,就敢在狮子眼前偷袭小狮子,真是不知死活。 随便一头雌狮,就能猎杀这头小鳄鱼。 小狮子也许是第一次面对鳄鱼,被吓得赶快后退。 小鳄鱼对战小狮子,小狮子正面对战,还不一定输呢。 只是,小狮子被偷袭在心,本能反应后退,太丢猫口动物的脸了。 最后,在雌狮的奖励下,小狮子慢慢地对小鳄鱼张牙舞爪,展示狮子气势。 视频前的你,如果存在防止时间短,勃起无力,硬度不够,中途疲软, 阴京短小,虚汗,阴囊潮湿,肾虚引起的腰酸被痛等男性问题,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,878-3400,中药秘方条理,对症下药。 记住中医老师,问诊微信,878-3400,海内外患者朋友,皆可免费咨询。 对症下来 按摩。